建议你可以暂时不用我的档案 你可以继续接下去继续做 我的档案放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也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 第一打开这个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记不记得 我说那个范例讲义所放置的位置 https 斜线斜线 go.gl 斜线 ytz 然后请注意这个r要大写 然后小写的x大写的t 这边我没办法放大 我只能给你们看这个 就是范例讲义的位置 https 写线 对 在讲义里面也有 所以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 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我到时候这些我全部都要做压缩加密 那是为了今天上课才会不压缩 之后全部都会把它压缩加密 因为网路上有很多很多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士 所以无暇去应付 所以我只是希望给我的学生使用这些资料 好了 接下来按一下Enter之后 我们早上做的内容全部放在这个成品观摩 就是这是不是这个课程 然后最后面是不是放了一个成品观摩 点选这个成品观摩 其实早上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告诉你们说 Power BI我这边也有一套 就是一模一样的最新版的 但是你们都已经装好了 这个就是我早上完成的成品 可以吗 就请你们如果有需要就下载下来 我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大概两天的时间之后 我就会把它压缩起来了 麻烦请各位如果说你刚刚早上已经做到内容 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来继续做 记不记得刚刚我们曾经画了三张直条图 好 我们现在重新打开这个范例 这个Power BI的档案 所以快速点一下这个档案总管 2021教学 然后接下来是 我是放在这里 公园 的成品 好 这个是刚刚做的 14日再住院律 2021-0823-12 就快速点了两下 这就是开启旧的 稍微注意一下 POWBI的副档名是 POWER BI 这我想没有 应该大家都知道 BI就是Business Intelligence 然后X是指说 它是可以结合网页的形式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下转 或者是你用你自己的档案 继续做下去 都可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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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